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解析节目 在这一集中 我们将深入探讨特朗普家族在离开白宫后的生活 这个家族在美国政治舞台上的每一个动向都引发了极大的关注与争议 唐纳德·特朗普不仅计划在2024年再次参选 还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因刑事罪名被定罪的前总统 这一切让他的政治生涯充满戏剧性 随着法律问题的缠身 特朗普依然在举行集会 质疑2019年选举结果 并且面对FBI的搜查与多项形式指控 这位前总统和他的家人各自的动向也同样引人注目 梅拉尼亚计划出版回忆录唐纳德·杰尔 在父亲的竞选中活跃 伊万卡则选择退后 专注于促进国际合作 无论是家庭成员的职业生涯还是他们对政治的影响 特朗普家族的每一步都在引发热烈的讨论和分析 这个家族的故事远未结束 未来将如何发展 让我们拭目以待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大家好 欢迎收看六度解析 今天我们将探讨特朗普家族在离开白宫后的生活和动向 我们的报道主要来源于Yahoo US的一篇文章 详细介绍了自从2020年特朗普卸任总统以来 特朗普家族成员在美国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活动与影响 首先我们来看唐纳德·特朗普本人的情况 2020年大选结束 特朗普在败选后离开白宫 与拜登就职前飞往佛罗里达州 现在他主要居住在棕榈滩的马拉哥私人俱乐部 尽管面临多项调查和诉讼 特朗普在2022年宣布将参加2024年总统选举 并在2024年共和党全国大会上正式接受提名 特朗普仍然在美国政治舞台上表现得非常活跃 并继续举行集会 质疑2020年大选的结果 2022年他的马拉哥住所遭到FBI搜查 这次搜查针对的是 他在离开白宫后带回佛罗里达的一些材料 此事与总统一些记录的保存有关 引发了联邦调查 2023年司法部检察官对特朗普提出了37项刑事指控 指控他隐瞒机密文件并试图阻碍其归还 不过这起案件在7月被法官驳回 认为特别检察官捷克史密斯的任命违宪 接下来让我们看看特朗普的家族成员的情况 梅拉尼亚特朗普在离开白宫后保持了低调 但他计划在今年10月出版一本回忆录 他目前住在马拉哥 并在2021年宣布将发行NFT非同质化代币 部分收益将用于资助寄养儿童的奖学金 尽管他在特朗普的竞选活动中缺席 但据报道他私下支持特朗普的连任 特朗普的长子唐纳德特朗普JR 在特朗普组织担任执行副总裁 并在父亲的总统竞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与前福克斯新闻主持人金伯利·古伊尔·弗伊尔订婚 并在佛罗里达州的朱毕特购置了新居 唐纳德JR还在2024年共和党全国大会上 发表了支持特朗普的演讲 伊万卡特朗普则表示将从政治中退后 与丈夫贾瑞德·库什纳 共同启动了亚伯拉罕协议小组 旨在促进与其他国家的未来协议 他在2022年出席了国会暴动调查委员会的听证会 并在特朗普宣布2024年竞选时为出席启动活动 埃里克·特朗普作为特朗普组织的副总裁 常在福克斯新闻上批评乔拜登的领导 与此同时 拉拉·特朗普在2024年共和党全国大会上 被选为共同主席 蒂弗尼·特朗普在2022年 与尼日利亚商人迈克尔·布拉斯结婚 目前居住在迈阿密 她是特朗普与第二任妻子 马拉·梅普斯的女儿 于2020年从乔治城大学法学院毕业 特朗普的最小孩子巴伦·特朗普 目前是纽约大学的学生 身高已达6英尺7英寸 巴伦在5月的高中毕业典礼上 特朗普获准暂时离开保密金案件的审判 出席了他的毕业典礼 整体来看尽管特朗普家族面临法律挑战和政治压力 他们依然在美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保持着活跃的角色 唐纳德·特朗普的再次参选以及梅拉尼亚的回忆录等 这个家族的每一步都引发了媒体和公众的广泛关注 从不同角度来看 特朗普家族离开白宫后的生活反映了美国政治的复杂性 首先 特朗普尽管面临多项形式指控 但仍然拥有广泛的支持基础 这说明在美国政治中 个人魅力和政治立场的重要性不容忽视 其次 特朗普家族成员在不同领域中的活跃表现 也显示出他们对影响力的追求和对公共事务的深度参与 特别是特朗普的法律问题 这不仅是个人的问题 更是美国政治和法律体系的一次重大考验 司法部对前总统提出刑事指控 并且在联邦调查中涉及机密文档 这些都表明法律 在面对强大政治人物时所需的公正性和透明度 梅拉尼亚的低调和私下支持 反映了家庭成员在政治舞台上的不同角色定位 她选择通过文化和慈善活动来继续影响社会 而不是直接参与政治 这种选择也能带来不同的社会影响力 伊万卡和贾瑞德的撤退 以及启动亚伯拉罕协议小组 显示出他们在国际事务中的长远布局和策略思考 尽管他们不再直接参与政治 但他们通过其他领域继续保持影响力 唐纳德·特朗普JR和埃里克·特朗普 继续在特朗普组织中活跃 并通过媒体发声 这表明他们在家庭企业和政治中的双重角色依然重要 他们的言行不仅影响着家族企业的运作 也对特朗普的政治影响力起到增益作用 最后不得不提的是巴伦·特朗普的成长和未来 作为特朗普家族的最小成员 巴伦成为纽约大学新生 尽管还很年轻 但他在未来的动向 也将成为公众和媒体关注的焦点 总的来说 特朗普家族在离开白宫后 依然在美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他们的每一步动作都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无论是法律挑战 政治活动还是个人生活 都影响着美国的政治生态和社会舆论 特朗普家族的故事 远未结束 未来的动向 仍然指得我们持续关注 感谢大家收看六度解析 请大家继续收看本节目的深入探索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奇奇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奇奇 特朗普家族可真是美国政坛的长青树 他不仅在2024年再次参选总统 还不停地举行集会 引发了无数的关注 这个家庭真是如同传奇一样 不管面临多少法律挑战 他们依旧屹立不到 这不禁让我想起了 罗马帝国的凯撒家族 他们也是在重重压力下 依旧不动如山 特朗普就是这个时代的凯撒 哈哈 楚天书 你这比喻可真是太逗了 特朗普是现代的凯撒 那他要是穿上罗马帝国的盔甲 会不会显得有点滑稽 事实是 特朗普离开白宫后 就一直陷入法律泥潭 还成为首位被刑事定罪的前总统 这可不像什么帝王风范 而且 他的子女们似乎也各自忙于自己的事业 并不怎么关心政治 如果这是你心目中的凯撒家族 那我只能说 你的标准真是低得可怜 谢奇奇 你这话说的可不太公平 你看 就算面临37项形式指控 特朗普仍然能在共和党内部保持很高的支持率 这不正说明了他的影响力吗 这还真印了那句老话 英雄不问出处 说到法律问题 别忘了爱因斯坦也曾被指责为安全威胁 结果他还不是成为了世纪伟人 特朗普不仅仅是一位政治人物 他更是一种现象 是美国精神的象征 哦天哪 你竟然把特朗普和爱因斯坦相提并论 这真是我今年听到的最大笑话了 爱因斯坦可是科学界的巨拨 而特朗普呢 更多时候是因为他的推特和法律问题上头条 现象 精神象征 这真是把现象这个词拉得太低了 你要是觉得被FBI搜查和面临形势指控是一种现象 那这种现象还真是让人望而却步啊 哈哈 谢琪琪 你的幽默感还真是让人捧腹 不过我还是的说 特朗普家族的确在美国政治舞台上 有着无可比拟的影响力 就像莎士比亚说的 世界是个舞台 所有的人都是演员 特朗普和他的家人就是这个舞台上的主演 无论你喜不喜欢 他们的表演都非常引人注目 这家族的戏剧性和影响力 恐怕在现代历史上还真是少见 楚天书说的好像我不懂莎士比亚似的 你说世界是个舞台 那特朗普就像是个走错了舞台的演员 他的家族确实戏剧性十足 但这更多是负面的宣传 你看梅拉尼亚忙着发行NFT 伊万卡和贾瑞德搞什么亚伯拉罕协议小组 这些东西和真正的政治有多大关系 他们更像是热衷于炒作的名人家族 而不是什么政治世家 要是莎士比亚在世 他恐怕也会对这场戏剧摇头叹息吧 思想先驱爆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每天早上八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